欢迎收看《留住福尔摩沙》专题系列报道 前三集我们分别从山林、土地和水资源三大面向探讨台湾的环境危机 也发现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今天最后一集我们要从国土整体规划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国土政策 随着南投清静前阵子被揭露了多家民宿业者在当地违法建造 也让长期以来山坡地超限利用的严重问题浮上了台面 这个在1961年曾经让顾总统蒋经国誉为先进 川流不息的游客带来的是拔地而起的一间间民宿 透过纪录片看见台湾的镜头我们才惊觉 原本绿油油的山顶被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给取代 而席日的人间仙境早已毁容 位于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南投清静 郁郁葱葱的森林总是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休息感受 民国五零年代 顾总统蒋经国曾为清静下过一段注解 清新空气任君曲 静地优雅是先居 宛如先进般的景色让人们流连忘返 感觉这边首先一点是它这里的空气很好 其次它的民宿很有特色 跟着对于大城市 习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 这里很安静 会是一个度假很好的地方 游客们趋直落雾 清静的自然气息 每年吸引国内外超过一百万旅游人次 堪称台湾旅游业的山中奇迹 也正应要接待大量观光客 各式风格民宿拔地而起 欧式 日式 台式 大清静地区一共一百三十五家民宿 覆盖整座山头 人生鼎沸中看不见危机四伏 直到电影看见台湾才让人惊觉 清静早已不再清静 山顶不见绿油油被钢筋水泥所取代 又得正大型土木 业者就怕被卫星空拍早取发 还偷偷盖上黑布遮掩 清静山坡地严重超限利用 有些地方甚至被列为定职敏感区 要是大雨地震来袭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消息一出 游客人数锐减只剩五成 你要先了解一下 是不是安全吗 你政府都什么都没做 反正看了一个电影 然后就说这个地方违法 抨击政府没有经过严谨公开的地址检验 就先给清静贴上标签 民宿生意一落千丈 业者苦不堪言 实际探讨清静问题 专家带记者上山体检 它这边我们叫做干气石头 干气就是大石头漆上去 没有用水泥沙江 目视眼睛看起来现在是状况很好 从民宿地基初步看来没什么问题 继续往前走 这时教授停下了脚步 我眼睛看它这个都超过 我们建筑基础规则是30% 30是水平100公尺 高差30公尺叫30 那这个怎么看都超过 为什么山坡地建筑物 波度不能超过30% 那是因为超过30%的波度 冲刷情况会较严重 如果坡度超过60%容易崩塌 因此必须从严规定 对放眼清静 盖在30%坡度以上的建筑 比比皆是 都是潜在危险区 我们会配合中央的地质 敏感区的公布 会要求地质安全 水保安全的问题 所以后面的工作还很多 清静山坡不平静 南投县政府急着亡羊补牢 希望找出解决方法 提出清静特地风景区计划 除了订定开发总量 未来清静地区的建筑率 从现行非都市土地 农牧用地的10% 提高到20% 容积率也会增加到40% 问题条件一旦放宽 497公顷的清静风景特定区 合法民宿将从5家增加到41家 这个独自计划的推动 不是让叶子的就地合法 绝对不是这样 刚刚我讲过 就是光从建筑法上面来讲 就要拆掉2万6千平方公尺的楼地板面积 怎么可能就地合法 但如何厘清地质安全还是不安全 没有完善健全的国土规划 至今仍有模糊空间 如果不能透下决心 等到悲剧发生 再怎么悔恨也来不及 想起那天还心有余悸 2009年8月 爸爸风在肆虐小林村灭村 翁瑞琪侥幸逃过一劫 却从此没了家人 尚未满月的宝贝孙子来不及长大 那一刻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碰不得思念却怎么也停不了 扶着一顾亲人的名牌 强忍的眼泪在眼眶里打阵 情有多浓 心就有多痛 为了防止悲剧再度发生 学术单位下乡要找出根本原因 用实体模型让居民认清 事先预防好过事后补救 一场巴巴风灾 小林村灭村 当时的假仙乡长 因为没有落实撤村 导致伤亡惨重 遭到撤职 这根究底是人们都没有意识到 大自然的反扑 迷信忍定胜天 力量无敌 那今天要探讨的是我们 对 我们的开炸 我们每天使用炸药 我们每天在那边做的这些 或是刚刚讲超限利用 超限利用这些有没有影响 它的对面有做叫 祁山西二号土质 土质方自然堆质场 那堆质场对它 有没有影响我不敢说 可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了 专家意见透露端倪 人为的过度开发 加上错误的饮水政策 酿成悲剧 而除了人祸 季寇变迁 天灾带来暴雨土石流 也是主因之一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还是千村 土地的荣寿地告诉我们 台湾这块土地的北中南东 每个地方它可以住多少人 它的工业农业 甚至我们山上 它的 就是说它可以开发的极限 在哪里 建立资料库 全面计算台湾的土地容售力 并针对不同的灾害等级 改变土地利用来加以阴影 人都还没到 远远的就看到北台湾新店 整片山坡都是密密麻麻建筑物 随机找了一个大型社区 越走怨气 越是胆战心惊 整片八到十公尺高的挡土墙 因为去年底一场豪雨冲刷 崩了好大一块 直到今年三月 灌手还在加紧赶工 但另一栋大楼近在眼前 里头住了上千人 万一挡土墙承受不住 建筑物也像倒土墙一样崩塌 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还是最重要 不希望自喜的家园 重蹈林肯大郡坍塌覆设 新店观念下社区居民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 每年共同出资 请土木济师检测 这个是水位指示器 水位指示器 为了量这个管里面的水位 是多少 每一季都叫K纲详细检查 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居然思维还是防患未然最好 我是希望说 一样跟我们有山坡地的社区 能跟我们一样 有一个未已绸缪的监测 先监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可以预防就赶快预防 主打离城不离城 交通便捷哪里都能通 大台北周边山坡地住宅 一栋接一栋 斗折上益的别墅实有所闻 但安全呢 就是说边坡可能有一些 它如果说没有做好维护的话 有些边坡它会有地下水的产生 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 特别是台风之后 如果地下水带进砂石 这样子的一个 出现在边坡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也必须要来出去做一个留意 安全不一定跟房价成正比 担心民众花大钱买到冤望宅 连上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网站 找到灾害前视图 要是可能发生灾害 或是灾害会影响到的地区 涂黄色指的是顺向坡 紫色则是掩体会滑动的区块 让民众自行辨别 住家有没有潜在危险 再搭配防灾型都市更新 从上而下 补强台湾过去长期忽略 国土规划的下场 由内政部营介组执行公办都更 针对有公共安全疑虑的老旧建物 或是位于地震断层带的房子 略为优先辅导地区 不是公家的地的话 那我们就要征收 然后我们就跟它合见的方式 除了防灾型都更的概念之外 想要真正改善问题 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整合 中央与地方全线的划分 也要一并领清 很多的权力是不适合下放的 譬如说整个流域的治理 河川的治理 而不是把一条河切成三段 丢给三个县市政府去做 到了最后它会兜不起来的 事权不分效率就低 要逆转命运就要强化政府管理职能 才能应付复杂的国土问题 需要做的是把这些来自不同系统的水土林的单位 你如何把它做出一个很强的组织 2008年9月强台新的克莱希 被列为围桥的后峰大桥 因为各单位固梯皮球未能及时封闭 结果桥墩冲毁桥面断裂 最后造成六人死亡 事后水利署长遭到监察院弹劾 折干就底 在台湾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 主管的机关至少就有水利署 水保局 县市政府 河川局等等 一旦发生灾难 事权不清 责任不明 最终就像后峰断桥 致水的有责任 管桥的劝美是 官员无所适从 民众生命安全 更没有保障 灾害发生 互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不让国土全面失控 达成永续发展 唯有制定上位的国土计划法 引导资源保育 竭利用把全台湾从陆地 海岸施地到海域 统统纳入空间计划 看见台湾之后 前所未有的环境觉醒 被忽略将近20年的国土规划 该是时候奋起 找出经济与环境并重模式 回归专业 用具体行动守护台湾 国土安全才有保障 荷兰生活周遭都是水 需要与水共生 有许多人连住都在水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